电视节声音机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胡平 今天是2019年的4月9日星期二 农历3月初五 好 首先来看一下新西兰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经历了上周末的降温之后呢 本周新西兰各地的气温均有所回升 奥克兰今日是以晴为主 气温14度到21度 首都惠林顿今天局部多云 气温偏低14度到18度 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多云 11度到18度 能导城市淡尼丁呢 今天是晴的天气 气温是14度到18度 好 首先来看一条本地新闻 新西兰总理Jesina Arden宣布 任命最高法院法官Sir William Young 领导皇家调查委员会 对基督城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 调查呢将于5月13日开始审议证据 并在8个月之内呢向新西兰总督报告 最后的期限是12月10日 皇家调查委员会呢 会对3月15日发生的基督城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内容 非常广泛 他们将会研究各种问题 从凶手参与过的活动 他的背景 与其他人的联系 到新西兰情报和安全机构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都会涉及 总理这次纳尔顿今天公布了调查组的职权范围 调查呢将确保不会遗漏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表示呢 皇家调查委员会呢 会对这次调查呢是很至关重要的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我们怎样了解袭击前发生的情况 怎样确保此类袭击不再发生 都有赖于此次调查 总理杰森尔顿表示 Sir William Young呢 具备领导调查所需要的 所有的经验和技能 在出任最高法院法官近9年的期间呢 他有足够的判断力 思路清晰 也足够信息 他完全胜任这方工作 他对情报问题呢 有充分的认识 最后呢 总理表示呢 皇家调查委员会呢 将于4月10日正式成立 初步的预算呢 是820万纽币 那么其他的成员呢 也将会在4月底之前任命 好 再来看新闻 数据显示呢 一半以上的KVBuild的住房呢 在加入KVBuild的计划之前呢 已经在建 这让一直自称 可以提供更多市场存量的KVBuild 有些难堪 据悉呢 只有33套在建的KVBuild的住房呢 是先加入KVBuild之后呢 再开始建设的 那么剩下41套的KVBuild的住房 加入KVBuild之前 就已经度工兴建 也就是说呢 无论有没有KVBuild的这些住房呢 都会兴建 然而住房部长 Phil Trevor表示 这些住房呢 是政府还在和开发商谈判 或者准备 法律文件的时候兴建的 提前开工呢 是避免延误工期 他说呢 如果因为是等待 法律签署文件 就让开发商 放慢建设的速度 是非常愚蠢的 不过国家党的 住房事务发言人 Judyce Collins表示 数据显示呢 KVBuild是完全失败的 他指出呢 很多所谓的KVBuild的住房 原本就会兴建 KVBuild是把他们强行的纳入 不是在建设更多的住房 考虑斯认为呢 年轻人的第一次买房的 最佳选择 是应该买那些 需要改造的旧房 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第一套住房上 赚取足够的第一桶金 而不是应该买那些 注定失败的KVBuild的住房 让我们再把事业转到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 4月4日称 如果大成协议的话呢 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举行峰会 那么外界呢 早已揣测 两国的元首将再次会面 曾传会在3月或者是4月 但是峰会的时间呢 一拖再拖 无论呢 华盛顿与北京 在贸易战上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特朗普总统 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企业正在重新考虑 他们对中国的依赖 中美双方呢 正在接近达成协议 但是特朗普上周四说 一项史诗般的贸易协议 可能在几周之后达成 他很快呢 将与中国国家主席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但是关税和贸易紧张的局势呢 已经在促使全球企业 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正如特朗普政府的一些 官员所希望的那样 最后呢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 据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当地时间7日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将离任 他同时宣称呢 现任美国的海关 及边境保护局局长 凯伦·麦卡丽·斯南 将担任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 那么此次的河内会晤呢 朝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双方呢 原定于2019年的2月28日下午 签署包括朝鲜无核化措施 及美国相对应朝鲜措施 等内容的核内宣言 据美联社报道呢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 尼尔森7日辞职 原因是美国政府 对穿越南部边境的 中美洲家庭数量增加 日益感到失望 那么特朗普几个月来呢 一直抱怨尼尔森在移民执政方面的表现 善罚可陈 那么去年11月呢 特朗普曾告诉顾问 他已经决定解雇 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 那么尼尔森呢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 或者更早的时间离开政府 那么最近几周呢 随着新一波的移民潮 对边境地区的资源造成了沉重负担 以及特朗普试图 在2020年的连任竞选当中 夺回对移民问题的控制权 双方的紧张急需 再度升温 知情人士表示了 尼尔森7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呢 不知道自己会被解雇 还是会被辞职 那么最终他辞职了 最后呢 欢迎电视集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来关注我们的中华电视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新西兰936000资讯 最新的本地新闻一手消息近在掌握 好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胡平 我们下一时段见